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用蘑菇和白菜來做好吃的 首先將蘑菇撕成條 再往裡面加熱即刻的食用鹽 再倒入幾滴的米醋 最後再倒一點清水給它泡一下 這樣能去取蘑菇你的意味 再撕開幾片白菜 將白菜切成絲 切好的白菜放入一個大碗裡 加熱半勺的生米鹽 炸拌均勻醃漬幾分鐘 碗中倒入300克的麵粉 用熱水和麵邊倒邊攪拌 攪拌到沒有乾麵粉的時候 下手將它揉成麵糰 揉成這種光滑的麵糰就可以了 蓋上蓋子,讓它醒一會兒 鍋中水開 倒入泡好的蘑菇,給它焯一下水 焯到兩分鐘後撈出來 過一下涼白開 然後再給它撞乾水分 醃好的白菜給它撞乾水分 一起放在案板上 再用刀給它切一下 切好後給它放在大碗裡 再加熱提前剁好的肉末 有條件的可以多加一點 再加入青椒 蔥花 生抽 蠔油 鹽 胡椒粉 最後再加熱一勺黃豆醬 用筷子將它們攪拌均勻 哇,這個餡料實在是太香了 再來將醒好的麵糰取出來 然後用擀麵杖將它擀薄 取一個小碗均勻地壓成軟片 把剩餘的麵糰再重複利用 取一塊壓好的麵片 包上調好的餡料 包成包子這樣子 最後再捏緊 這樣子就可以了 包好的包子全部放入蒸鍋 蓋上蓋子蒸15分鐘 好了,現在時間已經到了 哇,特別香 這裡面加熱的蘑菇 吃起來特別的鮮 並且這個麵片是燙麵的 比較好消化 口感也特別的好 再配點料汁 哇,實在是太誘人了 這個建議大家一定要試一下 真的特別的好吃 好了,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